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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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啊 我这还有点存货 一直没舍得喝 正好今天咱们三个把他消灭了 来 小李同志 谢谢厕所长 素兄 小李同志 来 来 好烈性的酒啊 这酒啊 都有革命的味道 那革命呢 它就得烈性一点 来 这好酒啊 不能惯 要平 行 平 那咱们先吃月桃 老兄啊 长廷这一仗 他打得真是太精彩了 就像说大叔一样 一点都不带吹牛皮的胜利 十三日发起的进攻 十四日 就全揭了国民党守军两千多人 最提士气的是 击毙了国民党守军 旅长郭凤明 再一次啊 打出了咱们洪四军的威风啊 老弟啊 这不光是洪四军的威风 更重要的 是给八名大帝的国民党军 和反动政府 一个巨大的震慑 无论从政治上 还是军事上 都更有利于践行党中央的 土地革命 武装割据的总方针 洪四军 鞠躬至伟啊 怎么了 治国 可是 可是什么呀 有话就说呀 这话又说回来了 这也正常 毕竟我们还是共产党的军队 大的团结 不会破 对这一点 我有绝对的信心 老弟啊 你这说一半留一半 想噎死我呀 那我就实话实说 那我就实话实说 在外人看起来 洪四军很团结 其实 他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呀 依我看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那摊牌是早晚的事啊 有这么严重吗 苏兄 我孔治国以党性保证 我只说事实 是对是错 你听了 自己想 洪四军内部 一直有争论 我呢 只是旗帜鲜明地 站到了 刘安公司令员这一边 刘安公司令员的 主要观点核心是 司令部队外 政治部队内 党 对军队是指导 不应该是领导 我 那天晚上 孔治国的话里话外 都透露出洪四军的领导层 出现了裂隙 特别是二组司令员 跟刘安公为代表的官殿 和毛主席 到了针锋相对的程度 那一个晚上 我和乔民同志都睡不着觉 牙医的心情一直持续到天亮 军号 吹一响 都起了 孔治国老弟 你这是孙悟空七十二变呐 乔民兄 昨天我就和你说 今天要变个戏法给你看看 来 看看 是不是这才像我们理想中的 中国工农红军 向前 明白了 红四军换装了 赶快咱们上外面看看吧 那才是亮丽的风景啊 走 走 向后去 找你看 你看看 治国 你这个戏法变得是翻天覆地啊 是吧 咱们要是有这么一身统一的军装 就太棒了 军队舞军威啊 是啊 怎么样 眼红了吧 这可是咱们红军的第一套军服啊 咱们不带抢的啊 可以啊 是 列宁同志常戴的就是这种巴架帽 红五星象征着革命理想 还有两面红旗 这顺军服意义非凡啊 老弟啊 求你一件事 你可一定得帮忙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啊 给你也弄一套军服 就是这意思 而且啊 这忙你必须得帮 否则我就不认你这兄弟了 我上哪儿给你弄去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我就不信了 二纵的政治部主任 这点忙也帮不了吗 老兄啊 我真拿你没办法 行 我给你想办法 对了 部队啊接到了开拔的命来 你们二位这次恐怕是见不到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军长了 部队是要往哪儿开拔呀 回师干难 回师干难 对 红四军啊 前几天召开了党内会 做出了争取江西 兼顾闽西和浙西的战略方针 老兄 红四军啊现在是回师干难了 说不定明天我们就回闽西了 好 再见 随着苏区群众的踊跃投红 队伍也在扩大 加上永定小队和上航小队的路边 原来的红军营 升格为了团的剑制 我们独立连也改变为独立营了 改变幻装那天 整个营地是一片欢腾 那一片欢腾 回去留下 童他董 你这是衣服穿上挺精神的啊 谢谢啊 谢谢啊 借光老师 他们脸上呢 下一个 发生 你心给明 多感叹 不怕 进 大阁 大阁 不行不行 大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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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来 来 来 好 都来了 行 现在一个个看起来 还稍微有点冰的样子 这是我们的队伍 第一次统一着装 高不高兴 高兴 高兴 听不清 高兴 我是童大头 你去过厨房拿把菜刀 然后去找那个林木匠 把你脑袋削小一点 帽子就能戴下去了 去 红了八道 怎么办 林木根 你不是回家种地去了吗 你洗手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你们这儿都给新衣服了 新的 新的 我也去林长 来 来 来 别去了 发完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发完了 党代表呢 什么党代表 现在叫教导员 人家连长也升成营长了 开户 好看 好烂啊 挺好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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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这次重要的不是我们统一了军装 而是什么 我们要统一我们的思想 在座的都是独立营的骨干分子 我听说有的同志还积极要求入党 对于独立营这很好嘛 站住 干什么呢 我找一下那个 导 导员 找什么导员 教导员在开会呢 我找他有事 来 站住 你再往里面我开枪了 来 开枪 你给我开 你给我走开吧你 干什么呢 独立营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 你们哥 你干什么 那天 是我抓住的疯兔子 也是我给你们大家伙抱的头 雪的恨 我有资格要一身 和他们一样的军装 等等 你说你抓住过冯兔子 骗你不得好死 那你把他给杀了 杀了 我不光杀了 我还把他给割了 割了 你把他什么割了 我把他那下面祸害人的玩意儿给割了 好 好 好 真把他给割了 我见过善猪的 我还头一次见善人的 还笑什么笑 这冯兔子撒尿都得多着撒了 你笑什么 你笑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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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他拿杀祸害人 我就把他杀割了 有什么好笑的 你这是使用私刑 这是违反纪律的 知道吗 什么纪律不纪律的 他是个坏人 就给割 散会 散会 都出去出去出去 这件事已经交给你了 我先撤了 这家伙 你怎么这么 这家伙 你怎么这么 摩托通知 请坐 我不坐 我忘了怎么称呼你 独立营教导员李化成 教导员 我就想问一下 大家这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不想让我回来 你不用管他们 来 坐下咱俩聊 没啥好聊的 我就想来要身衣服 你们穿成这样 我穿成这样 那咱站不到一块儿啊 好 我先问问你啊 上次你明明都已经归队了 怎么打完仗之后 搜家你就没有了呢 你们不说杀冯兔子吗 我就来了 那杀完冯兔子了 那家里头还分得有田 我得回去种地啊 那合着你参加红军 是为了报私仇啊 对啊 那你现在怎么又回来了 这 村子里的人啊 都对我翻白眼 他们还说我 他们怎么说你的 他们说 大家现在都在争着当红军 我 我当了逃兵 然后村子里人啊 见我都 村子里人就那小豆子啊 这么高一点 再见我都吐吐嘛 还翻白眼 我这都不理我 我在村子里人没法待下去了 对喽 知道老百姓为什么讨厌逃兵吗 那是因为红军 是帮助老百姓的队伍 是保卫老百姓胜利果实的队伍 老百姓爱咱们的队伍 明白了吧 你差不多明白 你放心吧 反正我不会当逃兵了 我也向你保证 不离开咱们队伍 好 我信你 我信你是条说到做到的汉子 我欢迎你归队 那 但是有一条 咱们红军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万一下一次 你再碰上冯徒子那样的坏人 你可绝对不能再用死刑 你要把他交给苏维埃政府来审判 能做到吗 能做到 我要做不到 你强毙了我 那我衣服呢 回去吧 赵老百姓 你又对我好 走了 我回去吧 我说你不干啊 你这是穿了一个女人的军装吗 别胡说 胡说什么呢 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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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什么笑 赵老百姓说了 就剩这最后一声了 有大的就换不出话了 还笑是吗 你还给你 你要什么 你 盘基生大衣服换给我呗 我才不换呢 我还长个儿呢 你长大了 我再还给你 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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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大头 你帮我呀 大头 就这么把这个大个儿收了 收好就收下吧 正好我们队伍需要口证 也应该和你商量什么 我还怕他找我商量呢 这下正好 省心了 这哪是省不省心的事 是这在一个队伍里边 谁说了算呢 是 那你说说 该谁说的算啊 那 按道理啊 在军中肯定是部队长说了算啊 在军中肯定是部队长说了算啊 那我们队伍里边 不好说 老达 上次要不是你那一推的话 我可能会成肉酱了 我欠你一条命啊 我欠你一条命啊 营长 你跟我说这干嘛 我航母出身 上战场保卫长官 本能 好在 也没受什么伤 别再说这个 见外 这上级任命我当营长 我们这是不是还缺一个 副营长 营长 你的心意 我明白 不管当不当 以后我永远跟你在一个站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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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陈警长 韩党紧急命令 天勇 马上集合队伍 你着什么急啊 我还没闹明白呢 怎么就突然下令攻打龙岩城了 据我所知 这蒋桂战争刚刚结束 这驻守龙岩城的陈国徽旅 说回来就回来了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咱们可不得了 可不得自投罗网 给自己找麻烦 你自己没看命令啊 这次是红四军插灰龙岩打主力 咱们地方武装负责配合 跟珠毛红军一块练兵 多好个机会啊 手里有点倒过来 是个表现的好戏 那我现在去几个部队啊 全体都有 小心 进场 报应了 全影疾客完毕 请指示 看看啊 看看 我们的队伍 在这几个月进步多大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汤教官功不可没 当然 也和大家的团结努力分不开 下面请我们的教导员 为大家做战前训事 战前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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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立场 我刚刚听到同志们议论说 要打仗了 猜对了 要打仗了 打什么仗 打龙岩 打龙岩 我们配合 我知道同志们一定都听过很多的传说 说什么猪毛红军个个都飞烟走壁啊 刀枪不入啊 那都是瞎唇 我跟大家说 猪毛红军的指战员 跟咱们大家一样 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咳了也得喝水 饿了也得吃饭 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洪四军是一支酒精考验的队伍 是由猪毛首长指挥和领导的队伍 洪四军是由井冈山发展起来的 一支主力部队 所以同志们 我们这一次的配合行动 可一定要像徒弟与师父学艺一样 好好的学呀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历练的机会 大家说是不是 是 好 我们这一次的口号是 打进龙岩城 活桌成功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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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英雄 火桌成功会 打进龙岩城 活桌成功会 打进龙岩城 stos 中文字幕志愿者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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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净洪四军的幕房 四号原始出发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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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同志们 打扫战场都仔细点啊 是 是 快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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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有呢 你那边怎么样 这是不是能用啊 这还有 能用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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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搬走啊 快 快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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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全体救 华生 这号称什么意思啊 这是总部的撤退命令 命令咱们撤出龙岩啊 不能吧 刚胜利就撤退 这是谁下的命令啊 胜利了不占领 这要打了什么仗 这是红四军的军号 咱们必须服务 我当兵这么多年 没见过谁这么指挥 我明白撤离的意思 军令如山 出发吧 我把不少红四军的验人 可以不撤 干什么 请抗命啊 独立营 撤 李永远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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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把红兔子给杀了 但我刚好在那边看着他了 不可能啊 我绝对把他杀了 我还把他给割了 对啊 就是红兔子 一个大光头 你在哪儿看见他的 就在后面那个拐掌那个 李永远 李永远 你干嘛去 我刚才听说 好像疯兔子没死 我去找找他去 导尔 撤退命令都下了 你不服从命令啊 归队 不是 他万一没死呢 我得找找去啊 你看见了 我命令你归队 不是 我就看一眼嘛 你要听这合员的 给他拽回去 他万一没死啊 我发现你这个老毛病又犯了 不是 还没死呢 归队 这总是不服从纪律呢 这红军主席去哪儿了 八九不离十 什么意思 这是出好戏啊 你问那么多干嘛 也跟着学就完了呗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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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怕你们赖在现场 不肯撤呢 团长 我冒陪问一句 我们唱的这是什么好戏啊 我也不知道 我们地方武装配合红四军 跟着就行 对啊 你听听团长怎么说 好好跟着红四军 学学指东打西的游击战法 好战术 都说红四军是铁脚板 我们也不能是鸭脚板 不能掉队 全体都有 毫不先进 毫不先进 我以后再说 这就把泳定给打下来了 怎么改变做梦呀 现在知道马委员厉害了吧 打下龙烟之后 不占领 马上撤离 四天时间之内 就把泳定拿下来了 这叫什么 神出鬼没呀 不光是拿下了泳定县城 我们还成立了继成厅之后 第二个泳定县革命委员会 我们的土地革命 武装割据 再下一程了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放弃龙烟 这就是毛委员的高兴支持 让我们及时地撤离龙烟 把泳定一个促乎机防 这将生动机析 我们也是刚知道 今天红军解放了泳定 红四国民党 重新占领了龙烟 战斗远远没有结束啊 那我们接下来是 总之命令我们所有的地方路口 跟着红四军 一众二次杀灰龙烟 我明白了 毛委员可真是用兵如神哪 师傅 下命令吧 集合队伍 出发 是 走 总共开始了 总差点离开上了 同志们 总共已经开始了 跟紧主力 冲啊 冲啊 dan 七 从 家 穿 这个回马枪 杀得省防军再次弃城而逃 可处乎人们意料的是 红军二克龙岩后再次接到了撤出龙岩县城的命令 原来是红军这两进两退 惊动了福建省黄军总部 总部立刻命令 刚结束蒋贵战争的陈国归部火速回援龙岩 在第一时间就得到情报的红四军前卫 又下达了主动撤出龙岩的命令 并造成向江西退却的假象 是省方总谎报军庭啊 还是共军温风而逃吧 不过来 出发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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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总 不好了 公军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向龙岩城发起大兵合围 怎么可能 咱们情报部门不是说 公军主力已经越过干缅边境去往江西了吗 为什么突然合围龙岩 看来退却江西 是共军故意释放了烟雾弹 绝不能让龙岩成为裁员吧 让共军说尽就尽说出就出 传令下去 失守龙岩 队长 现在外面四面八方都是红军 我不顾此事地已然失守 龙岩是守不住了 怎么可能 老子前脚刚刚进城 这红军就打进来了 军中早有盛船 猪猫红军一向都是这么深出鬼没的 如果现在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车往明亮 往东方向车退 快 来不及了 三处防御一失两处 我们的针脚已经全都乱了 兵败如山倒啊 旅长 快回去百姓人群入 车退吧 走 旅长 走 我走了你怎么办 旅长 别管我了 这些年深受旅长恩惠 只要旅长得以生还 我不请你死啊 旅长 你快走 我掌护你撤退 走 快 快走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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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三颗龙岩 我们以茶代酒 干了 干 干 接下来是不是 给唐教官讲讲战后体会了 唐教官说说 讲讲讲 我是打过很多仗 北伐战争也参加过 可是像这么神出鬼没的战术 这是头一次经历 就跟掐着敌人脖子一样 想让他什么时候咽气 就什么时候咽气 三颗龙岩之后 对于这次战役的指挥官 我 福气 福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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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员 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不是一开始 就猜到了是什么结果 因为你跟过毛远 说说 说说 说 说 大伙儿都想知道啊 好 好 好 那我给你们讲讲我的亲身经历啊 你们肯定都不知道 因为你们谁都没跟过毛远 有一次啊 我跟着毛远 在罗霄山脉转移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千多人 后边跟的可都是白狗子的整狮啊 整吕啊 是堵着我们围醉堵截的 但是毛远呐呢 一点都不担心 今天指挥我们往东走 明天指挥我们往西走 后天 一百多里的急行军啊 往北走 给白狗子那是绕得团团转啊 我们还抽空打了白狗子好几个伏击 白狗子呢 连我们的边都没摸着 所以这次三克龙岩 能够打胜 我一点都不惊奇 为什么 因为那是毛远员指挥的 对不对 对 来来来来 对 江老远 你别光自己显摆 拜托你一件事吧 怎么着 什么时候有空 也带我们大家见见毛远员 就是啊 对啊 见着 对啊 毛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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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见啊 我认识 没问题啊 毛远员认识我呀 我们关系可好了 大伙放心 只要我能见着毛远员 大伙都能见着毛远员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张老远 谢谢 行 老公 你别光听我唠叨 你给大伙也讲讲你的账户体会啊 是吧 同志们 我跟你们说啊 我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诸葛亮 刘关章 水泊梁山一百丹八将的故事 有的人 用病如神 有的人 骁勇善战 自从我亲身经历了三课轮员以后 我觉得那些人跟毛远员相比 都黯然失色 对 赵总员 过来 怎么着 你可是答应我了啊 要带我见毛远员 你放心吧 我见着你肯定见着 我给他送给你 过来 你给我拼命理 你给他送给 你没事 不想你先给我拼命理 你没事惹他干什么 我惹他 我抖都躲不了的我惹他是他 我非说自己是共产党员 你们听见了吧 你们都听见了吧 他说我不是共产党 我是离开了几天队伍 我是不是又回来了 我怎么就不是共产党了 你先把我们的脚弯给放开 我不放 你放不放 你笑着他 林门关同志 你说的话我真没听过 你这样 你先给他松开 咱们俩慢慢聊 行吗 你说吧 赵大人 我穿的是不是红军的衣服 是啊 那就行了嘛 我是共产党啊 他说我不是共产党 你得告诉他我是共产党的 你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 对啊 我在共产党的队伍里 我就是共产党呀 你们知道什么 你得给大家伙说 给他说 我是共产党 你这样 牟根同志 单独我跟你解释 这个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能够说清楚的 好不好 这 就是和不是的事 什么一句话两句话 你就说我是不是 你看啊 大家正在庆祝三颗龙眼 你要么跟我们大家一块儿清楚 要么你稍微给我点时间 我单独跟你解释 好不好 那行 日落之前你给我个答复 你要不给我答复的话 我就到别的部队当共产党去 你们说他是不是都倔驴啊 咱们营长都不是共产党 他怎么可能是啊 是不是 是呀 大家都坐吧 坐吧 坐坐坐 进来吃 孙大成同志 来 营长 以后别总拿我说事 听见了吗 我说错话了 我长嘴 同志们 以后谁都不许再嘲笑 林木根同志了 他虽然说是大字不识几个 但是人家有正义感 积极要求入党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人家心里头有党 对于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通知 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习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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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员 说实话 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可是我这毛病多 我就怕 离这个党员的要求 这个距离啊 差得太远了 哎 大家伙都听到孙二狗说什么了没有 那就让他表个态 你就说 你现在还是不是 就是想杀头猪吃大肉 你 闹什么闹 闹什么闹 穷人 穷苦老百姓 过着好日子 咱们这些穷哥们 都能够好好活下去 孙将人 我再堂堂正正地娶一个老婆 都剩几个儿子 传宗结代 这就是我现在 最大的 那 理想 对 最大的理想 反正理想了 就是心里怎么想的 是不是 我现在什么外想都没有啊 为了这个理想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教导员 你考考我 考验 考验 教导员 你考验我 让我们为孙大成同志的这番话 先鼓鼓掌 好 二狗哥 原名是孙大成 是吧 小明儿 二狗哥 我先纠正一下 孙大成同志说的这个话啊 理想无事 不是心里头想的意思 它是我们对于 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是一种信仰 大成同志 你的理想一定会达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党组织 就欢迎像你这种 由农民迅速成长成为 红军连长的优秀战士 真的 教导员 他要是都能入党 我们大家伙儿都得入党对不对 我们都不比他落后 我知道在座的 有很多是独立营的骨干分子 你比如说 像小哥同志 小哥同志是咱们独立营里头 为数不多的 能够识文断字的 而且人家平时也特别讲纪律 我想说什么呢 其实我真心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 都向我们组织 提出入党申请 为什么 因为一支部队的党员多了 那么这支部队的 正气就多了 对吧 对 教导员同志 我一定听你的话 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让我们为小哥同志的这番话 再鼓鼓掌 好 好 营长同志 大伙在政治上这么要求进步 表个态啊 好 吃饭吧 吃 吃饭吧 你怎么来了 陪你待会儿 那些年啊 我在不同的部队混过 这共产党的队伍 还真有点不一样 要是一样的话 要共产党的队伍干什么 我意思是 你看在别的队伍里边是 部队长说了算 这共产党的部队 是党的领导说了算 这不习惯 你习惯吗 不习惯就慢慢习惯 我的意思是 既然党的领导说了算 你就应该第一个入党 这什么什么二狗子 他们要是先入了党 你这营长没入党 这部队 这这怎么带啊 别喝这种自讨无趣的话 入党的事情 我自己得想想吧 也是 我理解你 人就到哪一步说哪一步的话呗 过去你是少爷他是长公 现在倒过来了 你是得仰仗人 你说这什么屁话呀 什么叫仰仗啊 我这是实话呀 你是不是这个队伍的创始人 他们还天天拿你当地主的儿子 这不公平吧 你心里边能过去这坎儿吗 老唐 老唐 我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 你说这些话在我看来 就是在挑拨我跟教导员之间的关系 今天没有外人 我警告你一次 再有下一次 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营长 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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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难中负重 绝境中脱路 会有谁 沉默退出 醉火成干蒸蒸 我们坦然已赴 哪怕心生一切 我挺身而出 这是密游之路 我们前途后继 只为了那一天 走向光明 醉火成干蒸蒸 我们前步后继 只为了那一天 走向光明 醉火成干蒸蒸 我们开燃已赴 哪怕心生一切 我挺身而出 这是密游之路 我们前步后继 只为了那一天 走向光明 光明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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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